再来关注市族赛 阿根廷球王梅西 周日就要跟国家队与法国争夺冠军了 不过说到人气 梅西在众多球星当中 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原因是他特殊的成长背景 年幼时他缺少生长激素 差一点长不高 买没了足球的天赋 但是靠着资助的医疗 依旧在赛场上大放异彩 而梅西灵活的控球 也深受球迷的喜压 场下的他也热衷慈善 个性谦虚 不厌女也不厌童 这些人格特质 让他更受球迷的爱戴 大人小孩都喊着他的名字 梅西选择这一届 氏族最精彩的决赛战场 当他的退役舞台 结果是一票难求 这不是在抗议 而是球迷在阿根廷足协成员 在下榻饭店外喊着要门票 因为票价已经被炒到三千美元一张 对阿根廷人来说 过去二十年的国家队赛事上 他们的目光都追逐着梅西 从当年的天才球员一直独秀 到在马拉杜娜清典之下 穿上十号球衣 再到现在的阿根廷队长 梅西从青色选手到征服足坛 拼过了五届氏族 现在来到命运一刻 生涯第二十六场世界杯出赛 光是先发就已经创下历史 但若要真的成为阿根廷的救世主 梅西的障碍尽在眼前 在马拉杜娜带领阿根廷 移德氏族金杯的隔一年出生 梅西从小就和哥哥表兄弟们一起踢球 阿嬷是他的头号粉丝 还会陪着梅西练习 但是在梅西十一岁时就过世 也是在这一年 梅西被诊断出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 可以说是梅西娘家的巴萨 特别制作了动画来诉说这一段梅西的故事 因为就是在这时候梅西加盟了巴萨 球团看见他的潜能 为他支付每个月一千美元以上的治疗费用 开始培养这位天才球员 五年后年仅十七岁的梅西 正式开启职业生涯一飞冲天 拿过了七座金球奖 六次世界足球先生 以及六座欧洲金学奖 十次的西甲冠军 四次的欧冠冠军 但是在国家队方面 直到去年才首度带领阿根廷 称霸每周杯 而这一次市族赛前 梅西并没有对是否争惯琢磨太多 只强调现在的国家队很享受比赛 而这可能也是梅西至今磨合的最好的一次 在IGPO出队友帮他庆生的生日惊喜 现在队上许多小将都是从小把梅西当偶像 梅西像带着一群弟弟们在踢球 这似乎也是梅西对阿根廷的影响 激励了年轻球员 街头随处可见他的肖像 他也没忘记童年时支持他踢球的最大支柱 每一次进球之后 他手指着天空 就是要像在天上的阿嬷致敬 练家的梅西今年也带着妻儿亲友团到氏族场边 要为自己的国家队生涯划下完美据点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氏族赛也接近尾声 除了争夺冠军金杯 球星们也要来抢金薛奖 也就是进球数最多的射手 来看看今年的热门人选 除了刚刚看到的梅西之外 他的同队队友艾瓦雷兹 法国队的人气选手姆巴佩 他们的进球数其实都在四到五球之间 非常的接近 如果最终赛事结束 大家的进球数相同的话 要看助攻的得分的最多的球星 就可以拿下金薛奖 不过如果进球数跟助攻数 还是平手 那么就要比的是上场时间最少的球星 就是金薛奖得主了 无论是梅西的十二码罚球 或是吉鲁的凌空抽射 每一个破门的瞬间总是让球迷欢声雷动 血脉奔章 本届世界杯64场比赛 一路打到目前为止 已经踢完了62场 根据统计 32支球队累计打进了163球 场均2.63个进球 令人热血沸腾 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 本届世界杯的个人奖项 金薛奖得主 会在冠军赛中揭晓 世界杯规则明定 在比赛中进球数最多的球员 就是金薛得主 如果进球数相同 则优先比较助攻数 要是不想唱下 就以出场时间最少的球员获得 本届金薛奖的争夺 可谓是空前激烈 摊开进球排行榜 阿根廷和法国各有两位热门人选 占据第一的是收获五球的梅西和姆巴佩 艾瓦雷斯和吉鲁 则以四个进球紧追其后 其中梅西又以三次助攻 优于姆巴佩的两次 艾瓦雷斯和吉鲁 则在这个项目上挂领 因此领跑的梅西 比起姆巴佩略战上风 但是上场时间 却对梅西相对不利 因为他是四位热门候选人中 出赛时间最多的球员 虽然姆巴佩和梅西 都是呼声很高的热门人选 不过也有媒体认为 随着比赛逐渐进入尾声 姆巴佩被对手严加看管的情况下 已经连续两场没有进球的记录 但是梅西的表现却非常稳定 从小组赛到四场赛 除了对波兰之战没有进球外 另外五场比赛 场场都有收获 如果梅西能维持住现有的状态 要夺下金薛奖并非不可能 我们爱梅西 他很棒的球员 我们爱他今天 我们想看他全球赛 星期间他会赢的 我感到很高兴的国家 我感到很高兴的 我希望我们会赢得到世界盟 我们来到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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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夺冠罗纳杜摘下 金薛奖头衔之后 第二支拥有金薛奖得主的冠军队 我们感到很大的感情 梅西是很大的 我们来到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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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梅西 谢谢 不过眼间的媒体也察觉到 梅西在和克罗埃西亚的比赛中 因为一次冲撞 造成左大腿受伤 而且也缺席了 之后的球队自主训练 只不过这项消息 已经被梅西的队友否认 众所瞩目的冠军赛 两队球员的一举一动 都受到高度关注 除了要为国家队争取最高荣誉 球员的个人奖项 同样也是话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